你现在的家 一放工回家 躺在床上就开始追港区咯 突然 刚刚吃饱 现在又饿了 我怎么这样可以吃的 这个时候我在想 如果我出去吃 好不容易塞着车回来 现在又要塞着车出去吃 但是不出去吃 晚上又太饿睡不着 最后 还是老老实实 承认自己是一个吃货咯 哇老 素不像素 看起来比我还多咯 你看看 低头垃圾 满地傻 举头太阳晒到脸 哎 然后 大马路都还没有到 自己的家门口就晒一车了 我到底生活在一个怎样的世界哦 你未来的家 一放工回家 躺在床上就开始追港区咯 突然 刚刚吃饱 现在又饿了 我怎么这样可以吃的 这个时候我想都不用想啊 厕所是都不用拿 直接走路到附近的shopping mall 是我最喜欢吃的 chicken chop spagetti 吃饱了 就逛一下shopping mall 消化一下 去附近的试验看super hero先 看完戏走出shopping mall 哎 竟然还有这样美丽的湖景哦 在这里 那个太阳 好像不是很晒了 地上 也有专人在打扫垃圾 那个树 也好像一个苗条的少女在咬洞 再看看 形形色色的人群 惬意的玩耍 让我想起唐代的一首诗 水面戏风声 铃歌 慢慢声 办怎么办啊 念了人是不懂的 但是住在这样美的环境 你一定可以feel到他那个爽的 好消息是哦 这风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环境 除了这样美的环境 每一条车道都是很狂的 所以你不会因为塞车耽误了时间 车道旁边还种植了很多的绿色植物 让整个环境变得更加的凉快了 而且还会有不同的主题公园 让你和家人可以在这里休息 娱乐跟运动 除了有不同的高级商场 这样美丽的湖景之外 它还有国际学校 大型医疗中心 hotel office等等 根本不需要驾车出门啊 你都可以得到天下的东西 非常的方便的 更重要的是 它这里整个环境 都会使用5G的网络连接 让你在外面休闲的时候哦 也可以很快看到你喜欢看的港区 然后在这里 你也不用带钱包出门了 因为这里所有的商店 都是用cashless买东西的 意思就是说 你只需要带手机就行了 看看那边 这里各个角落 都还有electrical bike的充电站 让你可以在这个小小的世界里面 放肆的游走 这样优秀的一个生活环境 是由Pubica发展商精心打造的 而这样高端的科技 优美的环境 独特的城市规划 让你好像住在另外一个世界一样 不要住在这样子的环境了 你也可以改变自己的居住环境的 马上联络我Edward 让你跟你的家人 可以出去更美好的新世界 好感谢 好感谢